那年 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情 那年 我十一 你这个傻子的命还逗我你 五 六 七 八 在我在最高的台课上给他们领操 喜欢吗 我警告你给我爱惜点 上次 死瑶瑶 我跟保皇无多的事情明白 哥哥 你没戏牌 你就回来 你去惹他们干嘛 我惹他们干嘛 我惹他们干嘛 我怪他你啊 你说死瑶瑶 保皇 我杀了他去 他已经都听到了 你不要命了 放假了 那真好啊 爸爸这两天呢 也不去上班了 假设自己是生在别处 你就是你 你生在某个家庭 某个时代 你生命的烙音 我会因为你的遐想而改变 你所能做的就是 接受他 并尊重他 接受了吧 想到好 如果你的遐想 你去之前 你大概到不来